屏東看守所昨天發生受刑人脫逃的事件 40歲的途俊偉在自主兼外作業時 疑似與員工起爭執打傷了對方 並且搶了對方的轎車往高雄方向投意 刑事局也火速公布了他的身形特徵 希望儘快把人逮捕歸案 刑事局官網發布一整頁重要緊急查棄專案 外形身形瘦小 耳朵較為醒目的40歲受刑人途俊偉 27日在屏東看守所趁自主兼外作業脫逃 初步掌握到疑似和農場員工起爭執後 打傷對方 並且開對方的車子逃逸 途俊偉在民國107年 因為詐欺 肇事逃逸等案件入肩服刑 刑期六年多 由於可能在全台竄逃 屏東地檢署27日下午5點40分接獲監索的通報 一小時內發布通緝 全力追棄當中 本署接獲之後在一個小時之內 在六點半就已經確認之後發布通緝 那目前已經只致警方全力來追棄 那希望可以將他趕快逮捕歸案 不過二月才剛發生花蓮自強外衣間魯姓炸漆犯脫頭 以及台中外衣間逃犯返家或在家親身 三月十三日也有彰化自主兼人犯脫頭 法務部加警掩擬對案 未來可能要提高受刑人進入外衣間的領選資格 記者陳華與朱鋒之中健康 綜合報導